嗨 各位豆粉們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我認為每一個人的皮膚都有 potential去當最高等級的皮膚 就是那個愛瑪斯包包 然後可是呢 它為什麼頓時間 就是你都不覺得你是愛瑪斯 然後你就覺得很糟糕就對了 那為什麼呢 啊就是萬惡根源在於油 我們皮膚出油這件事情 它對於我們的皮膚到底重不重要 我認為是不重要的 你去看那些乾性肌膚的人 他皮膚好得要死 他差一點點保濕 皮膚就Burr亮Burr亮的 我每天看這麼多病人 他們每天都為這個出油量而酷 那所以這一集我來告訴你 我們今天所分泌出來的這個油脂呢 它會在我們皮膚上面造成多大的傷害 好第一個 它其實就會造成豆豆 豆豆跟油是很有關係 很多人就說我 小時候我都不長豆豆 那為什麼我年紀大了 我才長豆豆 年紀大了我才有九糟 我才有乳型蠻蟲 小孩子當然皮膚也會釋放出油脂 但是大人所釋放出來的油脂 跟小孩子所釋放出來的油 是不一樣的 小孩子的油 它含有比較多的血糖 青春期過後之後呢 它會釋放出 Breat fatty acid Squeline 因為很多的血糖 都拿去被當作是 荷爾蒙了 油的成分它完全改變了 它這個Squeline呢 當它被分解了之後 或是它被氧化了之後 這個油脂呢 它會造成很多的 發炎反應 有人會說 啊這個油脂 其實是用來保護我們的 錯 今天你是很會長青春痘的 其實你所釋放出來 過多的這些油脂 其實是會傷害我們的 除了長痘痘之外 它會影響我們整個皮膚的 微生物的環境 最有名最有名的 這幾年我發現 它會造成 乳型蠻蟲的大幅度的增加 乳型蠻蟲會造成皮膚的蠟黃 皮膚的暗沉 皮膚泛紅 皮膚粗糙 然後角質代謝異常 這個跟油很有關係 這些東西它不是 1 2 3 4 5 6 7 其實它這些全部都是 互相錯綜交付的 那第三個其實它就是跟 會長痘痘的人 出油量非常高的人 它的角質代謝是差的 例如說這個是我們的毛孔 角質應該是一塊一塊很正常的剝落 然後它就不會去堵塞毛孔 可是呢 當你角質代謝異常的時候 你本來應該要剝落的角質 它沒有剝落 你的那個油脂 它又被黏回去 你的皮膚的角質過後 請問一下你的皮膚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四點就來啦 你的皮膚一定會感覺到暗沉 你的皮膚的那個角質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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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樣子排列起來 它本來就是應該要掉落 所以它排列的一定不是很規則 當光去reflect這些排列不規則的角質層的時候 它當然變得不透光 當它不透光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會暗沉 這個跟角質的代謝 我覺得是息息相關的 還有跟油脂它被氧化之後 它就會呈現這種暗暗黃黃的顏色 第五項呢 因為油脂它不斷的釋放出來 它在我們的皮膚周遭 它就會造成一個慢性發炎 慢性發炎其實是我覺得 這個油脂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 慢性發炎會造成什麼 其實我認為它會造成疤痕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硬掉的毛孔 你想想看嘛一個皮脂線 然後它每天都在釋放出油脂 然後我們的這個皮膚呢 其實就很排斥這個油脂 我就很不喜歡這個油脂 可是它為什麼每天 無時無刻都還是在出現呢 皮膚它就會開始 產生自我防禦 其實疤痕它就是一個自我防禦 它想要rebuild整個真皮層 然後所以它的整個真皮層 它就開始變硬 毛孔它是應該是可以收縮的一個東西 可是它已經硬掉 它就硬在那邊 那你可能要打到很重的雷射 例如說UP雷射它今天產 它產生縮小 你今天14歲 你的皮脂線就開始工作了吧 你今天35歲的時候 你就突然之間意會到 我的毛孔怎麼這麼粗大 14歲到35歲中間 請問一下這個毛孔 已經被這個慢性發炎傷害了多久 其實已經被傷害了20年多之久喔 這個20年它是可以累積出 非常非常多的問題的 油的問題我認為應該要及早治療 它才不會一直不斷的去傷害我們的皮膚 讓皮膚越來越硬 讓毛孔越來越大 我們的臉啊 應該要baby skin 而不是看起來像皮包那樣子 而不要有grain 第六項呢 它跟慢性發炎它是一個延伸 它會造成皮膚的免疫反應 這個油呢在我們的臉上 它其實對皮膚來講它是一個刺激 那刺激久了皮膚就會紅紅的 很多的九招 其實它根本就是油脂造成的 它就是跟這個慢性發炎 這個immunogenicity 這些刺激性皮膚炎是很有關的 接下來我們要講說 怎麼治療油脂 好我先說囉 我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可以媲美口腐A酸 降低這個油脂量 可是 我們並不要叫每一個人吃口腐A酸 還有其他 什麼事情可以降低油脂量 其實油脂的分泌跟荷爾蒙的分泌 尤其是雄性荷爾蒙 Androgen這個東西它非常有關 Androgen呢 它跟IGF 也是一個非常有相關的東西 所以呢 第一個如果你要用藥物 你是女生 然後你又不想懷孕 你可以吃避孕藥 好 避孕藥它會有效的降低 雄性荷爾蒙 這是一個 Spiral Electron 也是一個可以稍微降低 雄性荷爾蒙的分泌 那第二個呢 其實就可以從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去控制 就是你不要那麼經常性的吃東西 現在很多人 他就會買一杯 大的手搖飲料 上班8小時 然後他就是 喝那一杯8小時 無時無刻都在進食 這代表說你的胰島素 一直不斷的上上下下 非常有可能會造成 胸性荷爾蒙過度的上升 然後可能會造成你的痘痘 但是因為我真的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還是一個治療痘痘的醫生 這不要讚我 這是我的想法 這個也是一個生活上的一個小小的tip 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一手搖飲料少喝啦 然後不要這麼常去進食 你不要這麼常去吃一些小零嘴 你問我我可不可以做到 有時候我真的肚子餓啊 我真的就想吃東西啊 盡量克制 好 硬掉的皮膚就是常常在講的那些 打雷射、XA酸、XA醇 慢性發炎的反應 我們要用急性發炎反應去終止它 打雷射其實是一個急性發炎反應 因為你一打 它的皮膚 它的結構就會改變嘛 改變完之後 它有產生一個急性發炎反應 那還有在XA酸跟A醇的過程當中 它也會紅氧脫皮痛嘛 這個也是一個中止慢性發炎皮膚的一個方法 但是你的源頭它就是一個皮脂線 所以你還是要把這個皮脂線關掉 可是皮脂線關掉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除了口腐A酸之外 還有靠一些飲食之外 我覺得並沒有太多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一般人能夠做的 其實就是打雷射跟XA醇 XA酸這些方法 沒有沒有它發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有油性棄膚 然後你要 學會正確的保養 然後讓這個毛孔縮小 然後我們去控制那個慢性發炎的問題 然後我們去去除掉 這些老廢角質的問題 你的皮膚至少會看起來好看很多 以上是我對皮膚出油的一些 小小的見解以及看法 喜歡我錄這些教育短片的 Like還有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掰掰 如果不錯 吃一點去 就進簡− 管另外一剛才 你也對 organisation 搭配 把眩還有 數量 方法 問 一 Milky 點 是